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玉璐姐 很多网友希望我可以分享蛋黄酥 其实蛋黄酥在我高中的烹饪课的时候 就已经学过了 可见呢这个甜点它并不难 但是要做的好吃还是有一些小技巧 等一下在影片里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现在我们先来去看食材要去哪里买 GO 我今天要做蛋黄酥 但是我还用到的咸蛋黄是这种 生的咸鸭蛋 所以你买的时候 你要跟老板说你是要买生的 你看这个还是红土包的 回去我们再来吃 都藏在下面 一定要问帅哥老板他才会帮你找 对对对 还有一种是这种 直接一颗一颗的咸鸭蛋黄 这种的话这样20颗是197 其实价格差不多 刚才那种一颗是10块钱 还有就是这个豆沙 这样子是一斤 65块 便宜 这个是生的咸鸭蛋 它是红土包的 这样一颗才10块钱 先把它清洗干净 这个鸭蛋洗干净以后 就这样子把它先敲到盆里面去 把这个蛋黄取出来 蛋白就不要了 因为通常蛋白都蛮咸的 然后有些的会像这种 它摸起来很软 不过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用这个 这个是58度的高粱酒 把它全部都喷一喷 喷过这个高粱酒之后 它吃起来比较没有带腥味 而且它会多一个高粱酒的香气 这个步骤很重要 还有就是我要跟大家强烈建议 一定要买这一种生的咸鸭蛋 不要买真空包的那一种 因为两种制作咸蛋的手法是不一样的 真空包的那一种我买过很多次 我觉得它就是没有鸭蛋的香气 这个我们就180度的温度 然后先给它烤个五六分钟 烤好了 你看这下面其实有一点点这个冒蛋黄油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喷一些高粱酒 再喷一次 好我们就把它放凉备用 接着我们来处理外皮 蛋黄酥要好吃 就是它的外皮要一层一层层次分明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外皮 加上一个油酥的皮 它会形成一层一层的 我们现在先来做它的外皮 这个是一般的中筋面粉 那里面我要加的这个是砂糖 砂糖加进来 食材的分量我都会放在文字档里面 大家到时候可以参考 再来我用的是猪油 猪油我用的这个是凝固的 就是平常你把这个猪油熬好以后 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块状的 先把它揉成这个面絮状 我觉得用猪油呢是最香的 好先把它这样子搅一搅 接着我们就加水 加了水以后一样继续 这个面团它其实也是一个软面团 面团太硬的话 你到时候在包的时候会很难包 大约揉一下而已 其实你现在看它有一点点坑坑巴巴 没关系 你这样压其实它是一个软面团 先把它放着 很多人说要把它揉到粗膜 其实你先这样子摆着 我们就让它放着 大概半个小时后 我们再来看它 接着我们就来处理它中间的 那一个油酥的面团 这个一样是中筋面粉 加进来以后 这个面粉呢 我们就只需要加油就好了 这个就很简单了 就一样把它揉在一起就好了 好你看也是随便压几下 其实它就已经团在一起了 这个油酥的面团它也很软 好我们就一样把它放在袋子里头 好就一起休息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处理它 现在在等待面团休息的时间 我们先来处理这个中间的红豆沙 这个红豆沙我要12份 所以我每一颗大概是25公克 我们就把它全部都先滚圆 很多人他会自己做那个红豆沙 但是自己熬红豆很麻烦 我觉得啊 已经做蛋黄酥就已经100分了 这个不用这么辛苦 就买现成的最方便 好这个就给它拌着 先取一个豆沙 我们先把它转成一个像小碗公的样子 你看这样转 好像一个小碗公 接着我们取一个这个 你看这个底下的地方比较丑 上面的地方比较漂亮 我们就上面的地方朝底面 好这样子收 好用虎口的地方这样子边转 把它收起来 好然后右手呢就帮忙边转 好这样把它收一个小圆球 好这样收起来以后 好你看这个是下面 这个是上面 等一下我们就这样子放着 就是我们的蛋黄酥打开的时候 底下还是底下 你不要这样子一直搓 搓完以后啊上下粉不清 形状就没那么漂亮 这个是下面下面放着 现在回来处理这个外皮 这个外皮差不多也放了半个小时 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其实你看 它就是只有休息而已 你这样拉 其实它的这个筋性 已经很好了 好所以不用一直揉一直揉 你就让它休息就好 那我们现在呢就大概 再把它整理一下 其实它就已经很光滑了 那我现在要把它分成小剂子 我大约一样就是都要分成12个 好所以这个一颗呢 是23克 好 这边的小圆球呢 就照顺序把它摆好 那你看我这边就把它再整理一下 好把比较乱的收口收在下面 好变成一个这个小圆球 这样放好以后你可以先把它盖着 好再让它休息一下 好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个中间的油芯的 油酥的部分 好这个面团呢它就 比较没有什么筋性了 我们就直接把它搓长 好然后一样把它分成12份 那我们就照顺序先取一个这个外皮 好然后光面朝下把它先压成一个圆形 圆的面胚接着取一个这个中间的油酥 把它包在里面 好把它包进来 好上面呢收口要把它收拾 收圆了以后把它这样压着 好表面呢这个光面 我们就照顺序摆 面胚的休息的时间一定要够长 够长的话等一下它的那个筋啊 才不会乱掉才会很漂亮 才不会乱输破输 好我们就照顺序摆 好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再让它休息一个10分钟 等一下再来处理它 好现在取第一个 这个休息的时间已经够了 然后一样哦光面朝下 好我们现在稍微把它压扁 然后这擀面杖 从中间的地方往上推 然后再把它往下推 好轻轻的推 这旁边不要破 好推好以后 我们就这样子把它推起来 推成一个这个圆形 好这样以后我们就一样放在第一个 好这最后一个 好你看轻轻的擀就好 好你像我这样擀一遍而已 你不要这样来回一直撸 一直撸的话它很容易里面会破疏 好这样子 就一样照顺序摆 那我现在把刚才的第一个再拿回来 好然后这一个面朝上 好我们这一次啊就一样再这样子上下 好再把它擀了以后 然后一样再把它卷起来 好这个的话就会变得比较短 好一样照顺序 然后就全部再把它改一遍 最后一个照顺序摆好以后 这一次我们就要让它休息久一点 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要进行包制 好这个这样盖着才不会干掉 这一次我们就让它休息半个小时 等待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酥皮呢 一层一层的会更漂亮 好我们就取第一个 好第一个取出来以后 刚才这个圆形啊你现在看 好我们从中间的地方这个地方把它压下去 压了以后两头这个地方把它往中间收 收了以后把它按扁 好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擀到 这一面是不是很漂亮 好那我们就取一个刚才的这个 好我们刚才有讲这个下面的地方 好就是蛋黄的底部 那我们就这样炒下 好这个是上面 好上面这个地方这样子再翻过来呢 我们就一样跟刚才的方式一样 我们把它收起来 收好了以后呢正面 好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现在我用的这个是两颗的蛋黄 如果颜色要漂亮的话 大家可以去买那个红心的那种蛋黄 然后把这个先把它刷一层 每一个都刷 刷完以后等到干一点的时候 我们再刷第二层 你看这样第一层蛋黄已经有一点点干了 就可以刷第二层 刷了两层以后颜色又更漂亮 颜色要再漂亮一点就刷三层 然后如果要快的话呢 就放在电风扇前面吹很快就干了 第三层呢就只要在中间抹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这一层呢抹好时候趁蛋液还是很湿的时候 我们就在手上面抹一点点水 然后沾上芝麻这样 好每个就放一点点芝麻在上面 现在全部都已经好了 我们就先把烤箱预热好180度烤40分钟 烤好了赶快来试吃 你看这个蛋黄还有流油耶 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买 生的咸鸭蛋不要用真空的 你看这个起酥一层一层的超明显 趕快来试吃 你看这个甜气超漂亮的 嗯 它的咸鸭蛋黄好香喔 没有这样子啊 不会太甜 大家可以试试看 中秋节快到了 一定要试做看看 超好吃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那边给我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